威風凜凜的出場 接受眾人掌聲 還有人點頭讚賞 甚至大受自證腔圓的中文 殷勤問候 二十七號 習近平破例親自迎接 美國商界代表 拚命營造美中和樂氛圍 但出席的全是中國的老朋友 習近平發言時 底下商界代表不只頻頻點頭 甚至低頭猛作筆記 讓美國德州大學副教授 格里騰斯質疑 這場會談的真正意圖 出席該會面的中國研究老手 欠缺代表性 未能夠反映美國對中國的 真實專業了解或政策觀點 中國外資大規模出逃 多審號召過緊日子 多家外媒都報導 習近平此舉是為消除美國 甚至全球對中國經濟的擔憂 過去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 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 但從接下來的言談中不難聽出 習近平是意圖借此對美國 一傷逼陣 中美兩國是合作還是對抗 事關兩國人民福祉 尤其11月就是美國大選 美台商會會長韓如伯分析 北京想藉此帶風向 促使這些老朋友在沒選時 維護中國利益 中國頻頻將黑手伸向各國 美國工商界大佬選在此刻和習近平敘舊 背後用意不得而知 但很顯然都成了北京推進自身戰略的 一枚棋子 交流 合作 最後交融 那不就你忠於我 我忠於你 三新聞 上段報導